看我影片沒有訂閱的人 你們的卡芬妮跟亥犽跟尿尿都會變成這樣 好 喜歡我的新片頭嗎 這就是我之後所有影片的片頭了 這是我昨天在打排位的時候 才第二回合喔 然後 亥犽被旁邊納克打嘛 所以他可以放技能了 結果他放出來 哇操勒你把他媽當我沒張眼鏡當我沒看到啊 射沒有敵人的方向就算你還射我的棋林的方向 好沒關係不管這不是重點 重點是 今天我們來分享 為何拘魂鹿為卡芬妮的專武 好不好 好首先 大家先看一個這段影片 這場佩娜跟愛麗絲他們都有裝拘魂鹿 然後他們兩個同時普攻打這個愚人 然後愚人的 腳下他受傷的數字有兩個真摯傷害同時跳出來 然後再跳一段 然後他們受到普攻再跳兩段 這代表什麼 這代表 拘魂鹿 在重新被疊加上去 重新被印上去之前 他每一段傷害都會至少燃燒一次 這代表說 你的有裝拘魂鹿的角色 每一個普攻 都會至少附帶一次 4%最大生命值的真實傷害效果 而且這個效果 杜弱者也適用 杜弱者也是同樣的道理 杜弱者每一下印記 都會至少燃燒一次才會抵上新的印記 你懂我意思嗎 杜弱者加攻速 整個遊戲唯一能讓攻速提升的裝備就是炎怒之爪 所以看到炎怒之爪 然後玩杜弱者的時候 你們知道該裝備給誰了吧 對 我是不知道你們會裝備給誰啊 我會裝備給夜叉跟納克啦 所以假如說 你這場 拿三本拘魂鹿 給三隻角色裝 當這三隻角色唯有同一隻角色的時候就會變這樣 對 好 然後 拘魂鹿的第二個秘密 同一本拘魂鹿的普攻跟技能傷害 可以疊加變成每5秒燒40%等於每秒燒8% 我怎麼知道的 請看這段影片 這一整隊 整場沒有任何一個杜弱者 然後只有凡恩有裝拘魂鹿 所以這邊仔細看 那個野怪 凡恩的技能是 被動嘛 所以丟普攻就會觸發一隻技能 所以變成可以疊加 然後野怪是不是偶爾會挑一次3000多的盾子傷害數字 對所以 同一本可以疊加 但假如說 今天有兩本拘魂鹿 然後 兩個一起打的話就不會疊加 只有兩個 變成上一個秘密 每層拘魂鹿都至少燃燒一次 他會一直跳4%的數字 但不會疊加 只有 同一本 技能跟普攻可以疊加 所以為什麼 拘魂鹿是卡芬妮的專武 來接下來請看這段影片 然後看一下這場的那三個後排 你們覺得 那是一秒燃燒一次嗎 那絕對不是一秒燒一次 但一秒至少燒兩次到三次 所以代表 基本上 你拘魂鹿 只要打得夠快 攻速夠快 你有 你有機會一秒燒12% 那是什麼東西 他媽的你比 你比多弱者還猛 比多弱者燃燒還多 然後誰可以做到這件事 誰可以攻速那麼快 只有卡芬妮的技能 其他技能做不到 對 所以為什麼 拘魂鹿是卡芬妮專武 大家知道了吧 所以下次看到 炎鹿知道要裝備給誰 大家也知道了吧 所以 看到這部影片還沒有訂閱的人 你們知道該怎麼做了吧 好 祝各位爬分順利啦 如果覺得學到新知識 麻煩幫我分享一下 感謝感謝 我們下次見 掰掰